这个是我前几天腌的酸菜 现在已经腌好了 可以吃了 闻着是那种特别酸的香味 关于酸菜的详细制作过程 大家可以看我11月8日发布的视频 也可以点视频下方了解更多进去观看 酸菜做好后可以直接炒着吃 还可以做酸菜面酸菜包子等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炒酸菜的方法 锅里油热以后倒入葱 蒜和青辣椒翻炒 加入一勺13香和两勺红辣椒面 再加入酸菜翻炒均匀 出锅前加入盐和鸡精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酸菜就炒好了 还是儿时那个酸菜味 酸辣爽口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